乔大概是目前为止最倒霉的参赛者 好好的翻盘局硬是被自己给整翻车了 本以为找了块风水保地 有吃有喝还有阳光和沙滩 结果刚开启躺赢模式 就把最重要的打火石给丢了 那感觉就像大包小包到了机场 却发现没带身份证 心情从云端一下子荡到了谷底 他开始脑补各种悲催的下场 我就纳闷了 你身后那不是火吗 你就不能留个火种 但装睡的人是永远叫不醒的 发表了一系列离场感言之后 他如是正负地拨通了节目组的电话 面对困难放弃的一瞬间确实很爽 但之后席卷全身的挫败感 会让你后悔不已 都说男儿有泪不清痰 只是味道伤心处 50万美金泡汤了 看这眼泪就知道伤得有多深了 送走了乔之后 还剩余7名参赛选手 到了第4天才开始搭窝 本季懒王非山姆莫属 之前都忙着学狼教下推竞争对手 现在才想起要建一个长期的住所 先砍下四根木头作为底部框架 接着就是一层一层往上叠加 他刚升级为奶爸 都怪自己为爱鼓掌时没戴手套 面对突如其来的小生命 只好玩命搞钱了 搭好框架之后 铺上一块防水布 屋子的主体就完成了 考虑到这里常年刮风下雨 他又在房子的背面 加盖了一个雨棚 这样今晚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几天不见卢卡斯 他正对着一棵大树疯狂输出 当别人还在帐篷里喝风的时候 他居然扬言要盖一栋大别墅 有高高的屋顶 有四面坚固的墙 可以给他满满的安全感 就算熊来敲门 也有足够的时间去拿武器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计划 前些天他在取水的时候 找到了一些粘土和石头 等别墅建好了 就可以在里面搭个壁炉 想到日后守着火炉 抠脚的逍遥日子 他干起活来更加有劲了 又是锯又是砍 撂倒了一棵又一棵的大树 没想到这哥们小小的身板 体力还真不赖 他说这都归功于 《忍者神龟》这部动画 别人看的是热闹 他学的是砍木头的门道 说吧 灯尖就扛起了一根原木 朝营地走去 在野外或许食物有多难 这是维尼捡到的第七只死鸟 我以为他会开开心心吃上一顿炭烤小鸟 但他表示 这只鸟身上没有半点血迹 明显就是病死的 吃了这样的鸟 大概率是会凉凉的 虽然扔了有点可惜 但他绝不想冒这样的风险 捡得薄薄还先凉 毛病真多 没有鸟可捡的艾伦 则走上了吃草的道路 本以为自己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很深 结果在这座岛上被啪啪打脸了 无奈之下 只好学神农长百草 为了避免中毒 先挑最常见的海藻下嘴 吃过了鹿角菜 再来一根大海带 味道还是不错的 虽然不是鸡肉味 好歹也是嘎嘣脆 可能是海带吃多了口渴 他开始想念女友泡的茶 热带产的绿茶 再加上有机的非洲花蜜 简直完美 当然 如果女朋友能在身边就更完美了 除了海藻 他还找到了另一种像豆角的植物 为了赢得比赛 在自己的女人面前张张脸 哪怕天天吃草 也要面带微笑 本以为山木已经够懒了 没想到维尼比他还要懒 至今连搭建庇护所的位置 都还没有选好 他掐指一算 接下来五天会连续下雨 为了避免帐篷被水冲走 无家可归 他不得不抓紧时间大窝了 在灌木丛里转了半天 他找到了一棵倒下的大树 就决定用它 作为庇护所的主粮了 正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就发现旁边是一条雄径 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 短暂地纠结了一会儿之后 他还是决定在这里安家 用几根原木简单拼揍起来 铺上睡袋 就是一张舒适的单人床 把床推进主粮下方 上面直接盖上棚布 就是他的标准单间了 虽然看起来很简陋 但是他自己倒是很满意 维尼的庇护所玩活了 卢卡斯还在为他的大别墅而奋斗 先用锯子在树干上锯出一个祸口 然后一斧头就搞定了 短短的时间内 他已经收集了很多原木 休息的时候脑子也没有闲着 一直在构思着他的壁炉 但想着想着 思想就偏了 气氛突然变得伤感起来 看了这么多期的荒野独居 第一次见到救援小组紧急出动 这下事情大挑了 白天维尼无视了熊镜 晚上熊就来宣誓主权了 受到熊的恐吓后 维尼战战兢兢躲进了小屋里 他惊魂未定地望着外面 不知道熊离开了没有 现在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让他感到提心吊胆 只能不停地祈祷着 天赶紧亮起来 许是这个地方太久没有来人了 熊对他充满了好奇 久久不愿离去 为了保命 维尼赶紧给节目组发送了求出信息 结果被回拨过来的电话 吓掉了半条命 电话接通后 他告诉工作人员 节目组也很良心 连夜就派人来接他了 但由于他的庇护所在灌木丛里 直升机和船都没法抵达 大家只好开着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前来搭救 此时的熊还在小屋外徘徊着 屋内的维尼更是害怕得不行 只能不断地自言自语 排解紧张的情绪 说实话 我比他还紧张 难道他就是传言中 被野兽吃掉的那个参赛者吗 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 时间来到了第五天凌晨 节目组已经抵达维尼所在的灌木丛附近 他们准备好武器和探照灯展开了搜索 一个小时之后 他们来到了GPS信号最强的位置 救援小组用手电筒发出了暗号 维尼看到后立即给出了回应 见到搜救人员 维尼哽咽地告诉他们 维尼现在算是安全了 那剩下的六名选手情况如何呢 卢卡斯睡到半夜 发现火熄灭了 一下子又给吓醒了 原来是风太大了 把火给刮灭了 大晚上没有火已经很惨了 外面还下起了大雨 在这寂寞空虚冷的夜晚 他开始质疑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同样睡不着的人还有杜斯汀 他也在思考 50万美金和家人到底哪个更重要 而镜头来到山姆这里 画风就变了 他靠着火锤睡得正香 看来屈心眼也是有好处的 五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完了 明天迎接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认准求索老字号 专注求生100年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接着说